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力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联合力华计划在未来三年才减约7500个职位,以节省约8亿欧元的成本,这将影响约5.9%的员工。 这个举动受到投资人的看好,让联合力华的股价一度上涨近6%。 此外,联合力华还宣布将分拆旗下的五个冰淇淋品牌,预计将在2025年底完成,这将使冰淇淋业务的管理团队拥有更多灵活性。 第二则新闻 研究显示,66%的工作者在职涯中有与工作相关的遗憾。 其中最常后悔的是,包括为要求加薪,没有优先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,在一份工作待得太久,以及在接受工作时没有协商薪资等。 有半数的人后悔从事他们选择的职业,但超过一半的人从未后悔成为远端工作者。 研究还发现,职涯中最大的遗憾都与未采取行动有关,例如未要求加薪或在会议中未发言。 年轻人更容易对没有兼顾生活与工作感到后悔。 超过一半的受试者表示2024年有与职涯相关的新期许,其中最多人打算学习新技能,其次是找新工作和追求专业能力发展。 下一则新闻 选择科系时,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热情,而不是只考虑稳定的工作。 专家分析,选择科系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决定,因为未来的工作选择可能会跨领域。 人生的经历都是宝贵的,即使走了弯路也有意义。 未来的植牙世界无法预测,传统的成功方程式已经不再适用。 未来的学习模式是螺旋学习,需要随时停下来学习所需的知识和技能。 而学习如何学习,是未来最重要的能力,但目前学校教育往往忽略了这点。 家长不应该小看孩子的潜能,而是要给予他们探索的机会。 下一则新闻 在职场和人生中,我们追求成功就像在网路上购物一样,有时收到的食物可能和预期不符。 然而,抱怨和愤怒对于失败并无弊异。 我们应该转换心态,将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,从中获取价值。 爱迪生曾说过,失败不会毫无意义,至少我发现这个东西行不通。 而爱迪生的这个心态,就是具有顿感力的证明。 孔子也提到,过而不改,是未过矣,也就是说,每个人都会犯错,但重要的是能从中学习并改正。 成功与失败最终取决于心态,只要将失败视为缴的学费,并从中复原,就能变得更坚强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